赵丽颖助理减肥成功,逆袭成为小仙女,网友惊呼,这不是没评吗? 说起明星助理,大家都感觉是非常不错的职业,不但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明星大咖们,还可以陪着明星各地到处跑。 不过他上脾气好的明星助理也是相当不错,如果明星的脾气,此后这三季都是常有的事情,每一个明星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助理,赵丽颖也不例外,只是赵丽颖的助理身材实在有点胖,每次出席都把赵丽颖显得实在太瘦了,两人合影,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,一个是重量级,一个是排骨。 大家都知道赵丽颖是圈内出了名的好人员,平易近人,每次在外面跟助理感觉像姐妹一样,而且圆圆和赵丽颖关系非常好,赵丽颖平时比较低调,也比较随和,想来也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打理。 而且赵丽颖每次和助理一样出现,只要没什么通告都有说有效,打扮时髦的圆圆完全不怕抢了赵丽颖的风头。 助理小姐姐以前是个二百斤的胖子,虽然有些有趣的灵魂,而作为超一线小花。 赵丽颖的助理自然受到网友广发关注,赵丽颖助理圆圆虽然长得胖,但五官比较精致,之前就有网友趁圆圆瘦下来,就成小仙女了,真是太美了,都说胖子是个潜力骨。 这话一点都没错,最近圆圆晒出了自己的近照,看着网友有一片沸腾,不过网友也发现圆圆竟然撞脸,最近热播剧如一传中的梅瓶,两人真的一模一样啊,饰演梅瓶的何红山。 看到一个和自己长相如此相近的人,不知做何感想,真的不是十三一九的双胞胎吗?圆圆,如今的颜值真的可以出道了。